北印度今年雨季提前报道 多省接连两天暴雨成灾 已经通报至少有60人死亡 50人失踪 还有将近1000人因为山崩而受困 北印度雨季通常7月才开始 印度气象局先前预测 今年雨季22号报道 没想到16号提前降雨 接连两天暴雨 使气温骤降约涉事9度 但不雨则已 地雨成灾 据中央社报道 雨季提前报道 接连两天暴雨成灾 近1000人因山崩而受困 继16号午后暴雨 北印度17号上午再度大雨滂沱 中午以后才放晴 导致北阿坎德省 喜马歇尔省和哈亚纳省分传灾情 喜马歇尔省不同地方 据报有近1000名游客和当地人受困 其中光是桑拉峡谷就有800人动弹不得 暴雨又影响搜救工作进行 报道说 金纳尔县有25名外国人和全印电视台一组工作人员受困 在哈亚纳省北部的亚姆纳纳加尔县 很多居民表示他们被困在洪水中动弹不得 亚姆纳河在哈亚纳省许多地方水位都超过警戒线 在亚姆纳纳加尔县更是泛滥成灾 新唐人记者吉米综合报道